這七年來 我們相當的努力 從籌備工作 一直到現在成為美術館 董事衛 美術館館長都可以選出來 這個過程非常辛苦 然後呢 我們現在終於館長誕生了 我們的館預計明年要完工啟用 我們今天所做的一切就是要把這個美術館起步 紮實 打穩 登基 其實這些我們未來 我們美術館 當我們同一同做好 其實未來美術館是大家的 是屬於所有藝術家的 我們再打造一座 真正所應台灣的美術館 安眠館它社館的定位非常清楚 近現代跟當代 所以這樣的兩個館設 如何在已經現有的 國內三大美術館之下 我們要走出一條路